这个男人因为头被女神丢到了世界尽头 可他却以一级实力 收了两个大佬当后宫 甚至连四大种族都心甘情愿当他的手下 他不过是轻轻摸了摸小小八的额头 小八和小小八幸福得快要昏死过去 一群冒险者闯入了提拿拉克大森林 却被森林中的两个白毛女给打晕了 压缝间居民听说男主在外见了赏会 特地准备一场盛大的宴会 庆祝这事 贴心的小棉袄还给男主多来了饮料 男主顺手摸了摸小小八的头 两人顿时感觉幸福得快要昏死过去 原来他和小小八两人是共享感知的 醋一大发的小玲赶紧给男主献上美食 小玲有些犹豫要不要给男主喂食 可一旦犹豫就会败贝 不然小八直接拉走了小玲 说是今晚要把男主让给压缝间的居民 这时小玲的眷属秋奈告诉男主 他已经找到了安布罗西亚花的位置 本来他想先摘一朵回来的 可那片森林似乎有别的种族在管理 要是随便采摘可能会惹出麻烦 其他的猪魔也已经习惯了亚空间生活 除了我跟着小玲外 其他人都有各自工作 感谢完男主秋奈就先退下了 下一位就是之前排位赛输了的小迪 通过协同训练 他已经打败了阿加烈斯 只是男主看他总有种健豪的感觉 原来他是受到了小八的指导训练影响 之后矮人和男主聊起了人类城镇的事 他很羡慕小八他们能和男主一同出行 原来他们一直待在亚空间就没出去过 听说矮人对外面世界的武器很感兴趣 男主就决定让他去齐格镇的商品探店 矮人想都没想就直接答应了下来 而男主海市渗楼计划也进行的很顺利 所有小弟都排着队的想和男主说句话 另一边小玲开始责怪小八把他拉走 本来他想跟男主汇报寻找花的事情 他已经猜到了管理那些花的是什么人 但小八却说和男主报告不能掺杂一响 还没说完就发现男主的气息消失了 这个将剑法练到极致的男主有多离谱 他不过是集中精神把意识放在靶子上 但在异世界这种做法和自杀没有区别 死而复生的方式让他的魔力不断激增 原来男主魔力总量只相当于五个魔王 可现在的魔力总量已经和女神同级了 宴会还没结束男主就偷偷跑去练剑术 小八和小玲却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原来他们在发现男主的气息消失之后 就赶紧跑来查看男主到底发生了什么 小玲一把哭到男主怀里 直接哭了起来 发现男主还活着顿时松了一口气 小八也因为过度紧张 直接弹坐在地上 在他们眼里 男主刚刚已经死了很多次 男主一脸懵逼的表示 我只是在练剑啊 你说你练个剑而已 怎么还把人练没了 原来男主练剑的时候 精神会高度集中 意识会变得模糊 和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这也就是传说中天人合一的奇妙状态 但在异世界这种方法 只有死人能做到 男主刚才的方式和自杀 没有什么区别 可我现在还活着啊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你没发现自己的魔力 在不断激增吗 原本每个人的魔力上线 都是恒定的 可男主的魔力储量 却在以恐怖的速度提升 很有可能是这种死而复生的体验 在不断提升男主的魔力上线 男主这才发现 刚换的魔剑都变成了红色 他如今的魔力已经不是魔王能衡量的了 以他现在的保有储量 已经和女神同级了 而且随着他魔力的增强压空间也在扩大 比如天上出现了 只有男主才认识的星星 这要是被女神知道 他一定会除掉男主的 男主现在能做的 就是尽量去控制魔力 小巴让男主 先把孤城花的小玲送回去 他自己要在这里考虑一下 有什么对策 第二天 男主一脸疲惫地走在大街上 因为小玲昨晚跑到男主的房间 说是要和他一起 做夜晚的工作 可男主表示 没有工作让他回房休息去了 刚躺下男主就想明白 所谓的工作是什么 难怪他现在会迷迷糊糊地走到风俗街 一个大妹子 突然跑上来抱住男主 说是要免费帮他放松放松筋骨 男主刚想答应 就被小玲和小巴嫁回了旅馆 他们很生气 男主有了自己还要去风俗街 为了尽快让男主改邪归正 小巴和小玲 决定亲自给男主上一课 这是朱妹当后宫以来最幸福的时刻 偏偏这时候 有人出来打搅她的好事 要不是男主按住即将要发飙的小玲 抱走状态下的小玲 会直接秒了他们 为了尽快让男主这个钢铁直男开窍 后宫们把他按在床上 准备旧的正法 可男主却释放兵魔法 让妹子冷静冷静 然后二话不说 跑回了亚空间 刚好小猪娘看到了挂在树上的男主 这桃色的雾气和蛛丝 让他瞬间明白了 小猪娘为了照顾男主的面子 说矮人造了新的防具 让他去世穿 于是男主就换上了新的装备 西魔套装外加十个宝石魔戒 还好衣服这次没有被男主魔力惩暴 小玲找到男主 对昨晚的是表示歉意 男主见两人间的气氛有些尴尬 就问小玲 要不要和他一块去采红莲花 小玲当然不会放过和男主独处的机会 之后他们就来到了提拿拉克大森林 可没走多远男主就发现被人跟踪了 小玲问男主 要不要直接让他们消失 男主表示 小杂鱼只要甩掉他们就好了 等三人震过蛛丝 男主他们早就不见了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 安布罗西亚花的花田 男主伸手邀请小玲 到花田逛逛 能和男主手牵手漫步在花田里 让小玲感到十分的幸福 被打扰约会的小玲 当场暴走 爆发出恐怖的魔力 是要混这白毛女 刚才的冒险者也跟着魔力反应赶了过来 看着这一大片的安布罗西亚花 黄毛表示要一颗不剩的全摘回去 白毛们一听要偷花 当然不乐意了 而且小玲身上还有红莲花的气味 所以他们把男主也当成了采花贼 男主当然不会坐以待毕直接跑路 白毛剑撞 朝着天空射出了魔法剑 弓箭在空中化为了一片火雨 三个冒险者被瞬间炸飞 男主边跑边释放出防御节节挡住攻击 就在男主以为情况稍微好转的时候 发现怀里的小玲已经快压制不住了 森林中却有只骨王 在注视着这一切 在这一切